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vin 真的是非常生气 昨天又有回教党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讲鸟话 而且他讲的话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 禽兽听了都会生气 他讲什么呢 他就讲LGBT 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双性恋 还有变性人群体 不需要跟他们谈人权的 他们不配为人 他们甚至不配为动物 动物都比他好 这一番话你听了过后是不是火都上来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回教党在吉兰当中 一个叫Pankalan Chapa 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的名字叫阿莫马祖基 记得这一个人 我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讲你真的是很极端 既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虽然讲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同 LGBT 就是变性人 同性恋 还有双性恋的群体 OK 你有你的教育 你有你的回教的这个信仰 我能够接受 我没有强迫你 要改变你的信仰 你的这个教育 我们能够接受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去抨击其他人 你把那个LGBT群体讲到连动物都不如 他怎样形容你知道吗 他就讲 为什么他们连动物都不如 你看 一个例子是这样 公牛跟公牛是不可能结婚在一起的 母牛跟母牛也不会谈婚论嫁 LGBT群体是能够超越这些动物的这个极限的 你讲他是不是连动物都不如 这是他的原话来的 在国会里面讲的 OK 当我往下继续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的这个目的其实不只是极端 你懂吗 他讲的这一个 这一番话的目的 其实是借着LGBT群体 这一个群体 把他们当成是一把屠龙刀 他要杀的是谁 他要杀的就是火箭 行动党 为什么呢 他往下 就是他骂完 或者他侮辱完LGBT群体过后 他往下就接着讲 这一个政府是应该要针对这个LGBT群体 要重视 不能够让这件事情泛滥下去 然后他就继续讲 我们的这一个行动党的同僚 我在国会里面讲久了 从2018年开始 我就没有听过他们反对这一件事情 没有听过他们反对LGBT 我没有讲他支持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 这一番话我跟你讲 火箭议员听了 我都不懂他要讲回应 你看他真的是把这一个火箭议员 放在这个火炉上面考 你回答也不是 你不回答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会有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时候 火箭的国会议员站起来讲 喂你讲什么 我们是反对LGBT的 哇这个时候开明派 你要怎样想这个火箭 你这个开明派的这个形象怎么办 哇你现在为了讨好这个极端的穆斯林 就支持回教党的这个言论了 不是吧 是你我下一次投票就不要投给你了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火箭国会议员站起来讲 你讲什么 我们是支持LGBT的 凭什么你这样讲我们 哇这个时候也是炸开了锅 他就回教党就可以趁势而为 就讲那你看 火箭果然是支持这一个LGBT的 他们是反马来人 反伊斯兰的 哇我跟你讲 他不管怎样讲 都死 都能够闹死 就都会中了这个回教党的圈套 因此我说 他的这一个言论 他侮辱LGBT的言论 是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 还有政治手段的 所谓的LGBT在他嘴里 不是人的那一群LGBT 只是他拿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 被他羞辱完过后 还要被他拿来当成屠龙刀 去砍政治对手 你讲他过不过分 你讲他讲的话 是不是禽兽 听了都会生气 我是觉得 不同的政治立场 我可以接受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就借着侮辱别人的 侮辱别人的名义 贬低别人人格的名义 去达到你的这个政治手段 这个是真的是令人鄙视的一个动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内容 我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差点要抱血管了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